哎 老孙头 老孙头 谁 怎么啊 这位是人事部的找你先退休文件 签了之后赶紧 这台机器还没修好呢 都没修好了再说吧 修修修修什么修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维修科的科长 鸡老卖了东西 不就仗着自己在工厂呆了几十年 维修上的事就你多嘴 赶紧 签字啊 我还是把这台机器修好了再走吧 担心你修不好这机器 滚 现在就赶紧滚 你看什么 我早就盼着你滚了 没事就在工厂里指手画去 要不是我看你年纪大 我怎么冲 冲 这台机器不好修 这些维修工具啊 你可要妥占绑绑好 这都是我早人特制的 非常好用 我要个兵的工具啊 你现在赶紧给老子滚 你 师傅 十四号班师傅 北城啊 我给你爸是室修店 你爸走了 你也不用害怕 只要你好好学 我什么都可以教给你 用心学上几年呐 你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谢谢师傅 师傅您放心 等我学成了 肯定好好报答你 老子 真是 新机器还是没有调食好 虽然我过的工程式已经来了 但还是没有调食好 国内啊 对甜本机器最熟悉的人 就是威龙机械厂的老孙头 要是能请动他就太好了 哪怕年薪两百万也是值得的 喂 什么 老孙头今天退休了 好 我这就派人去找他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啊 哎 修好了 再进 哎好 科长 真的可以运行吗 这该死的老孙头啊 还以为工厂没了他 就玩不转呢 啊 科长 您出马还有老孙头什么事 老孙头以前在的时候 天天在您面前说 这样修不好 那样也修不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设备维修科的科长呢 就是 天天没事 就围着那些机器转 那些机器明明没有问题 非要停机检修 这显得多能耐死了 啊 行吧行吧行吧 别再跟我听那个老东西了 听了他的名字 我就心烦 不就是我刚来工厂的时候 跟着他学了两年吗 他真以为自己是我师父了 什么东西 刘成他爹 是我师兄 可惜走的太早了 刘成现在心智还不成熟 我不管他 谁管他呀 刘成 下班了 你一个老不死的来这干嘛 退了修就好好在家待着 哎 刘成啊 那厂里的那台坏的机器 你可要 那台机器我已经修好了 不用你操心 没事别来我家啊 真爱你 修好了 你都没修过那些机器 你肯定是修不好的 你别看他表面运转起来了 他其实 你以为全天下就你能修吗 我才是维修科的科长 你就是一个低级的修理工罢了 你带我面前装什么算 可是你给我滚蛋 没事别来我家 别以为带了我两年 你还真宠我师父了 你没那资格 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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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啊 跟你爸是师兄弟的份上 好心提醒你一句 听不听在你 这个笔记本啊 是我多年维修国国 前本机器的心得 所以你爸清楚的记得 前本机器设计的缺陷和维修方法 现在我退休了 应不到了 就留给你 以后我 还能帮上 也算是 对人性我的师兄了 谁要你的破心的吧 你真以为自己很厉害 再说了 我爸都死了多少年 你别说我听我爸 我再说一遍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 你 滚 你好迈啊 到底 这拿自己当做的通话 我爸 儿子 你儿子不在什么事 这是把我的生日给忘了 啊 我今天退休了 在家里做了一些菜 你们带着我孙子 来家里吃个饭吧啊 你退休了 你不是还有两年吗 我已经六十了该退了 你早不退晚不退 你孙子马上上小学了你退休 现在家里有买学区房 你赶紧想办法给我赚钱去 拿不出钱 我就和你儿子离婚 离婚就离婚 你让这个兔子给我接电话 爸 你妈走得早 我一个人给你拉扯大 你们结婚十来年 老子每年把十多万的公司都给你完了 还不够啊 啊 爱来不来 不来 我自己吃 赚钱赚钱 我都六十了 当个保安也没人要啊 难道 让我去收费品吗 你打什么我也不会去呀 收费品了 费纸壳 饮料瓶费家电了 收费品了 费纸壳 饮料瓶费家电了 可哲 晚上咱去吃点饭喝点酒啊 昨天刚退休今天就来捡垃圾了 你也就这点本事了 救了一辈子机器 现在没机器可修了 你也就能添添这些垃圾了 哈哈哈哈 刘成啊 你别管我了 昨天 那台坏了的机器可不能乱修啊 终于引起控制新片短路起火的 我们刘科长都已经修好了 现在在正常运行的 你以为那些机器就只有你会修啊 真是太自大了 就是 说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一样 你要是真厉害 那维肖科长怎么不是你啊 行了行了行了 别跟这个老古董计较了 就让他继续在这儿捡这些垃圾吧 喂 什么 机器出问题了 好好好 我马上到 乌鸦嘴 刘成 要是修了 可不要急于投产啊 再检查一遍 哎 刘成 怎么会突然冒烟呢 这些机器布件非常贵 重要的布件一个就几十万 怎么办 怎么办 雷主任 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呢 这台机器是你修的 怎么刚开了一天就冒烟了 李主任 这是机器的制动芯片烧了 只能从卧国买 他们的报价 是不是 那就尽快买 千万不要耽误生产 另外 这五台机器也定机了 你去检修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尽快修好 行 我一定修好 哎呦 累死我了 干了三小时 开机室 科长 辛苦 您亲自出马 那肯定没有问题 我去开机室 哎呀 关机 关机 哎呀 拉电闸 拉电闸呀 又是控制芯片烧 和老师都说的一样 这可怎么办呢 以前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什么和老师都说的一样啊 老师能懂个屁 他就是瞎猫碰上了 臭的 再说了 那机器坏了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换个零件不就得了吗 我们请来的国外专家属 最少还需要一个月 才能调试好那些机器 什么 一个月 一个月 我的厂子都要倒闭了 到时候我得赔死啊 你让他们抓顶点 我一直在催他们 可是 他们说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 而且费用还不低 一个月加上调试费用 差旅费用 零物件费用 估计最少也需要 一块块 你告诉我 如果在十天之内 给我调试好了 我给他一千万 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没办法 老孙头那边有消息了 老孙头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已经派人去威龙鸡 我就不打听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一听到老孙头 就很排斥 都说不知道 我去别的时间看看 你再催催这些国外专家 让他们赶紧休 另外继续找老孙头 是 董事长 弄费品了 费纸壳 饮料品 哎呀 哎呀 来一下 这边有费纸壳 哎哎好好好 我这就来啊 费纸壳店了 大爷就是那些纸 您整理一下撑一撑 哎好 那我撑下个一千 不急不急大爷 您慢慢来 这是甜本的速控机床啊 哎大爷 您还挺懂行啊 这么多 你们俩规模够大的啊 哎那可不 头子十多个亿 现在都在调试呢 哎 你们能不能快一点 都已经五天了 一台机器都没有调试好 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快不了 这些机器在运输过程 可能造成零部件的松阻 我们需要做全面的检查 你们当初组装机器的时候 不是都已经检查好了吗 我们董事长发话来 只要十天之内能调试好 给你们一千万 八个 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说了需要一个月 那就是一个月 再催 也是没有用的 算我求你们了好不好 哪怕先调试住一部分也行啊 你这样拖一个月 我们补厂会倒闭的 这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求我们也是没有用的 你得让开 我们调试机器的 我还想人不准过来亏待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 刘成 这都第十五台冒烟的机器了 你他妈的到底行不行 你这个维修科个长 到底是怎么当的 老孙头在的时候 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老孙头退休不到十天 直接损失几百万 仙节损失达上千万 都市场大发雷霆 你他妈的要是不想干了 就给我滚 不要连累我 老孙头他懂个屁啊 他就是一个老古董 他能懂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 刘成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 这样 我刚联系完窝国的厂家 他们说 他们的专家刚好在海风集团 你 现在就过去 务必把专家请过来 给我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机器修好 路过的专家过来了 行行行行 我马上过去 我跟你说啊 也就是那些专家过来 才能修好这些机器 老孙头 他懂个屁啊 你们就是填本集团的专家吧 你是 你好 我是威龙机械 维修科科长 刘成 我们那边啊 机器出了一点问题 跟常理打电话 常理说 正好有专家在这里调试机器呢 我就想 能不能请这些窝国的专家 去我们那儿 也去看看 就半天 行不行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边着急调试这些机器 大量订单排队 如果四天之内修不好 我们就无法交货了呀 刘成 你怎么来这里了 老孙头 老孙头 好好捡你的垃圾 别多管闲事 我忙着呢 老孙头 这个刘成是威龙机械厂的 那这个老孙头 肯定是董事长找的那个 太好了 刘成啊 上班时间 你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关你什么事啊 刘成 是不是车前的机器出问题了 是不是控制芯片烧了 我提醒过你们 就这些机器一定要小心 一旦出了问题 你少废话 搞得好像你懂的那些控制芯片一样 你给我闭嘴 我和窝国的专家还有大事要谈的 王长 那位好人就是老孙头 你好 你是威龙机械厂的孙卫营 您是 您是 孙师傅 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找我 找我干啥呢 我就是一个退休老虫 孙师傅 我是这家工厂的董事长 你看这些机器在这里已经放了一个多月 怎么也调试不好 可是我的订单呀 已经排满 如果在四天之内呀 还没有调试好 我的工厂呀 就要倒闭 倒闭 能吧 你这些可都是新机器呀 我这是新建的工厂 为了避免老工厂生产慢的问题 现在上的都是新机器 本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可现在调试不好 没办法多如生产 孙师傅 你是填本机器 维修和调试的专家 求你了 帮我看看新机器 您就是海峰集团的董事长吧 您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 他哪懂得这么先进的数控机床啊 他是谁 他是威龙机械厂维修科科长刘成 威龙的刘成 他来做什么 董事长 威龙机械厂的机器也出了问题 他来这里想起没准的 过去给他们备修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威龙机械厂成立三十年 才是第一次求外国专家吧 难道分室退休了 你们威龙的维修部就没有人了 这次是芯片的问题 不是我们维修部的问题 维修方式不对 我提醒过你们的 你个老不死的你懂什么 真以为自己是专家啊 刘成 你应该是孙师傅的徒弟吧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师傅啊 自己的师傅 他出来会鼓道那些机器 他还会干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当我师傅 孙师傅 麻烦你帮我看看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些窝国专家呀 说需要一个月 我的厂子都要倒闭了 这 报酬赏不了你 如果你不帮我呀 我真的是无路可走 你能跳楼了 你也别着急 我帮你看看 真是搞笑 老孙师傅你吹什么牛啊 你会调试 竟然还真有人相信 你这个老东西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我来工厂十几年 我就当上了科长 你呢 你三十多年 你还是个修理工啊 你退了修之后 你也就只能捡捡垃圾 是我错了呀 不应该让一步不上 当上了科长 是我的错呀 让你迷失了自我呀 你放屁 我当上科长 那是我自己 一步一步辛苦得来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生我自己脸上贴金了 老东西 那些机器你能凶 那是你运气了 现在的这批全是新机器 你碰过吗 出了问题 你带着起这个责任吗 出了问题 我带 孟董 您可能不了解老孙的 我是他的徒弟 我最了解他什么德行 他压根就不可能会调失这些新设备 好了 别说了 我知道孙师傅的能力 你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 起草一份免责稳健 声明孙师傅调制的机器 以后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都与孙师傅无关 是 你能不能真是看得起他呀 他一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会调失这些设备 小心啊 您鸡飞蛋打 刘成啊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刻薄呀 我哪里刻薄的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就是个底层废物 你練成這樣 我不有責任是我沒教育好你 對不起我的師兄啊 你少給我踢我爹 我爹都死了十幾年了 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沒事都拿我爹來壓我 我 你他媽敢打我 我怎麼打 你當年 想當組長 但是有幾個年輕人也很有能力 結果就壓力很大 你喝醉哭著暴露 實在沒辦法 就給老董事長打了電話 五年前你又想當科技 沒有門命 你都天天想著送禮 但是送不出去啊 我又給老董事長打了電話啊 我錯了 錯的太離譜了 我應該壓著你幾年 讓你好好學習技術 這才對呀 孫衛銘啊孫衛銘 你是真會給自己臉貼金啊 你要是有老董事長這層關係 你自己不用給我用 還給老董事長打電話 老董事長知道你是誰啊 都過去 從今天起 你我之間恩斷一絕 這幾年我只認為對我 也算是對得起我的師兄嗎 就這樣吧 恩斷一絕 你我之間有恩嗎 有義嗎 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一條退了修的貓 你算了 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是你自己苟眼看人家 在這一行裡 誰不知道孫師傅的利益 孟董 你是師傅也給騙你 算 不說其他的了 我最就去給你調理機器 你住手 你幹什麼 你們打了 如果你們碰了那些機器 那我們就不再跟你們調適了 售後問題 我們應該不管 沒穿底褲先生 這個老頭做什麼修理工 現在他們要讓他調適這台機器 肯定會出問題的 一旦你們碰了那些機器 我們填本機器 絕對不會再管這批機器了 不管中國 沒穿底褲 來之前我已經和你說過 我們的調適是在十天之內之前 今天已經第五天了 你們調適好了嗎 我覺得你們是故意的 快 讓去 不能侮辱我的職業道德 狗屁職業道德 你們有職業道德 倒給我調適一台讓我看看 那這個老頭就能調適好 這就是在侮辱 侮辱天廢精卵 我能調適好 你們華夏人不懂技術 還愛說大話 我告訴你 這裡的每台機器都價值上千萬 一旦調適錯了 機器就要報廢的 報廢 不聊 填本機器 現在已經是第六代 前五代都是一個問題 機械臂鬆動 引起控制心跳 過熱燃燒 另外 傳輸袋也容易鬆動 需要經常吼動營絕 還有七八個毛病 這全都是你們設計有問題 你簡直信口還好 胡說八道啊 我們填本公司成立五十年 技術水平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 我們公司幾千名專家 難道還不如你一個老頭 我們的機器根本不可能有技術問題 他就是一個維修機器的老頭 混到退休了還只是一個普通工人 每天只會說大話 吹牛的搞東西 你們華夏有句古話叫 實施物質為俊傑 老頭我勸你不要這麼狂妄 這裡的機器都價值上千萬 你亂拆亂破 到時候出了問題就是大問題 另外我們的專家團還在這裡 你這樣擅自動機器 是不是太不尊重我們了 尊重 那可都是相互的 這位老闆急著趕工 想盡快調整機器有問題嗎 我們不允許 你這樣就是在侮辱我們公司的產品 你是華夏根本 若是懂技術 你不會請我們過來 所以現在立刻離開我們的機器 什麼 你們的機器 這些機器都是我買的 請你們讓開 但是 這是我們公司生產的機器 我不允許一個手廢品的老頭來碰這些機器 它簡直侮辱我的專業性 我並不認為你們有多專業 你們全靠電腦悄悄打 這些新票確實是很精進 但是一台機器不單是職業芯片 還有很多零物價 你了解這些零物價嗎 我們自己生產的機器我們當然了解 你手印要怪氣的 你一個連大字都不使幾個的底層修理工 還敢說自己了解機器 誰信呢 你的徒弟應該是最了解的 連他都這麼說 說明你真的不行啊 既然說到專業性 那我問你 一個人能調整好這台機器嗎 需要多長時間呢 我們是一整個的團隊 怎麼可能一個人就調整機器 這些機器都金貴的很 是需要團隊合作慢慢來的 但是我能 你們華夏人就是愛吹牛啊 事情都還沒做就敢說自己能調整好 真是華氣 那我就當著你的面調試一遍 讓你看 是我們華夏人說大話 還是你們窩狗人格局太小 你們華夏人不懂這些高科技 也根本不用試 你簡直就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那我就給你打算 如果我調試不好 隨你處置 什麼 不敢賭啊 你不是說我們華夏人 全部都不懂嗎 你 沒穿底庫先生 你就讓他調試 反正只要他碰了機器 您就不用再管理售後了 對您來說也不虧 咱們就等著看他出陽相 別 讀就讀 如果你今天調試不好 那我們不僅不管售後 你還必須公開向我們道歉 好 要是我們調試好 不但要繼續固責 售後服務的技術真實 所謂是金錢的傲慢道歉 你是我們華夏人道歉 你是我們華夏人道歉 行行行 反正你也不可能修好這些機器 孫師傅 你就放手調試 也要把他們售後不售後的 關掉店長 好了孫師傅 去開店長 孫師 這就好了呀 好個屁 就這麼點時間 老公子根本就沒這個本事 你動了我們機器內部的勾搭 到時候出了問題 那就是你們的問題 我們可不負責治保啊 我們的廠子都要倒閉了 還要你們負責什麼治保啊 孟董 你可真是病急亂投醫啊 你怎麼能相信這個退休了撿垃圾的老頭呢 瞧著吧 等會兒機器啟動了 馬上就會冒煙 上千萬的機器 馬上就要報廢了 讓你學技術 你就是不肯 就是到溜虛拍拔 你爹當年一心鑽研技術 你怎麼沒有遺傳到藝 還老不死的 我閉嘴 你倒是啟動了 我就等著看你的熱鬧呢 對了 你們家是不是連學區房都買不起啊 你兒子跟你兒媳婦 因為這事都要鬧離婚了吧 等機器報廢了 我看你拿什麼賠 把你全家賣了 你都賠不起 孫師傅 你別理他 你看 這是一份免責生命 你不用做任何賠償 我孟晚君做事光明磊落 另外啊報仇不是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虧待你 不愧是做大生意的人啊 孫師傅啊 我也留著手 吃點機器啊 把我所有的家長都投進去 還欠了銀行很多錢 如果不能如期交貨 把他們都賣了都賠不起 所以孫師傅 只有你能救我 你就放心去操作吧 放心 不會有問題的 幹嘛的 你考慮清楚了 一旦啟動 機器壞了 我們可不會管這些了 孟諾 如果你現在道歉 並且 將這個老頭趕出去 我們 可以繼續幫你調適其他的機器 至於這台機器 你就報廢處理吧 不然 傳出去 還說我們天本集團 不管你們了 我要你們管了嗎 你們管的了嗎 你 你會後悔的 老不死的 我今天就是來請梅川子 附先生給我們威龍機械去 啊 我勸你還是乖乖聽梅川先生的話 趕緊滾出去 你要是惹得梅川子 附先生不開心了 他不跟我們回去 我可想不了你 我一個退休老頭 拿著國家的退休金 你請不請到我我的專家 那是你的事情 不會有什麼關係 你個老胡死的 你自己找死 別人也攔不住 我把話料 今天的機器滅燒 你 直燈全部顯示正常 太厲害了吧 就這麼一會兒就調適好一台 那些專家用了五天都沒有調適出來 老孫頭真行啊 這技術沒得說 孫頭啊 可以了 這台機器已經可以正常正常了 孫師傅 太謝謝你了 你也不要太糟糕了 雖然這些機器啊沒有調適好 但是我沒有時間 這台調適好的機器啊 你可以讓工人先增長啊 讓我耽誤時間 謝謝 真的謝謝你了 別別別別別別別這樣 用不著這樣啊 孫頭 孫師傅呀 你是不知道呀 這一個月我吃不下 睡不著 瘦了十幾幾 幸好讓我遇到你 我命不該絕呀 這是老天在幫我呀 這樣 這是舉手之勞 哈哈哈哈 我繼續給你調適一下 哎 你這樣一定側坐 機器不會壞 那就 瞎摸碰上了 好了 你看著吧 等會這台機器啊 就會冒煙了 冒煙我也認 不管你的事 你再這樣不尊重孫師 我廢了你 沒穿底庫先生 呃 既然他們這麼不待見您 不如您就去我們工廠吧 我們工廠 絕對信任兩位專家的技術啊 哎 不不不 我跟這位老師傅如何調適機器 如果他真是碰巧那沒什麼 但是 如果他真的有技術能夠這麼快調適好 那麼這位老人 確實有本事 比我們公司的頂級工程師都要力 哎 哎沒穿底庫先生 您怎麼就不相信我說的話呢 這個老東西 他就是個草包啊 哎呀你那麼的閉嘴 不然我中斷你們威龍的一切就 就是 王董啊 這菜也好了 好 你辛苦 大家早點時間生產 是 孫師傅 你是這個 那我繼續調下一位 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這麼快 孫師傅 你真是這個 合探 孟總啊 這台也沒問題了 真是太感謝你了 讓咱們調下一段 好 好 老師傅 你是怎麼知道這樣調是機器的 你到底對機器做了什麼 它怎麼會這麼快 我剛剛 是當著你的面調是的 你自己也都看到了 你作為專家 難道還能看不懂嗎 我 不可能啊 他怎麼會調是這麼先進的機器 每次工廠上了新機器 哪一次不是我調是的 你不會以為可以直接投入生產吧 你 你的技術有個屁用啊 你調是好了又能怎麼樣 不還是一輩子當一個維修工嗎 退了修之後 不還得是老老實實的去撿垃圾嗎 怎麼沒用 孫師傅 我想正是聘請你來我們公司上班 至於待遇嗎 絕對讓你滿意 待遇 你每個月給他兩千塊錢 他就感恩待得了 比他去撿垃圾強多了 你們威龍集團不重視技術工 我們海風集團不一樣 沒算進行行行 趕緊去我們場看看吧 十萬火急啊 那些機器都等著您修理呢 不不不 我要看這位老師傅調式機器呢 他確實很神奇 比我們公司的總工程師都要快啊 沒什麼可看的 都是些土方法 您還是趕緊去我們場吧 我們威龍的機器都冒陷了 您再不過去 工程馬上就要停工了 老師傅 你是如何做到快速調式的 您能跟我們說說吧 如果您真的懂技術 我們願意花重機購買您的技術 他的技術哪值得您購買啊 好了 梅川底褲先生 你也說這是技術 怎麼能輕易告訴我 如果你沒什麼事啊 就可以走了 不要打擾分手 別別別別別別 孟董 孟董 我願意為我剛才那奧本道歉 但是我現在確實有很多問題 想要請教這位老師傅 這麼多廢話 快把他們請出去 沒穿底褲先生 他們竟然這麼不尊重您 那您留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意義啊 我們威龍機械巢 非常的尊重您 您就跟我一起去回我們場裡看看吧 老師傅 您能不能給我留下一個聯絡方式 我確實有很多問題想要請教你 孟師傅 你不要搭理他 他們就是偷師學藝 想空手套白狼 放心吧 我的手藝 每個三五年是學不來的 還手藝 還三五年 我們工廠 隨便拉出來一個維修工都比你強 沒事 在我們工廠 像這種員工還有很多 你要是不相信的話 跟我一起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說的是真的 當然了 行 去你的工廠 好 來來來去去去去去 孫師傅 威龍那裡也會有你的技術 現在的年輕人哪有幾個能靜下心來學技術 威龍 對技工的培養完全不重視 孫師傅 這是終身制合同 只要你幹得動 就在我們公司一直幹著 幹不動了呀 你就隨時解除合同 你仔細啊 瞧瞧這裡的條款 謝謝孟董啊 還能用到我這把老骨頭啊 這年輕兩百萬 骨子補值這個價格呀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呀 沒錯 年輕就是二百萬 為了表達我們的誠意 除了年輕 十四我們也包 這年輕也太高了 不多 孫師傅 你值這個價 如果沒有您為我們工廠保駕護航 我怎麼賺錢 這些機器停一天 是幾十萬的損失 孫師傅 我不像他們 我孟晚君 是從技術員一步一步 幹的今天這個事 我是懂技術 尤其是今天這個事 我更加懂得技術的重要性 他們窩果 憑著先進的技術 對我們嚴加封肅 唯恐我們超過 咱們呀 就偏偏不信這個心 只要我們自強自力 苦心研究 我就不相信他們西方國家 能一直卡我們的脖子 夢中的胸懷和格局 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真沒想到 在這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商業時代 還能有你這 這麼有報復的民族企業家呀 孫師傅 你過條 那這個事情 就定了 你來我們海風集團上班 繼續發揮你的 代代年輕人 我們也算是為國家培養人才 為社會做點貢獻的事 好啊 沒想到我這操老頭子都退休了 還能得到重用啊 你別這麼說 能請到你呀 是我們公司的榮幸 合同呀 對你沒有任何約束條 你還有什麼條件可以提 以後也可以提 我能滿足都滿足 我今天真是出門遇貴人了 你錯了 是我今天遇到了今生最大的貴人 唉 劉誠還沒晚專家請回來 這要耽誤多少生產 五月金都不得了了 如果他們來了就能立馬修好 那倒是沒問題 我們加班就是了 就怕來了也修不好 以前老孫頭在這兒的時候 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啊 主任專家來了 川底庫先生 這就是我們的工廠 來來來 您這邊請 李主任您看 我把專家請來了 你好你好 謝謝你們的到來 請你們馬上給我們檢查一下機器 我們是售後工程師 你們出現了問題 我們自然是要過來看看的 我們非常著急 訂單都排滿了 耽誤不起啊 請請 李主任啊 他們在嗎 絕對沒問題的 你是找個發火了 那務必讓我們今天之內 把機器修好 去催他們一下 沒雙底庫先生 麻煩你們了啊 我們希望啊 今天就可以把這批機器修 那您今天是內修 不不不這不可能 二十台機器怎麼可能修那麼快 那咱們就盡可能的多修幾台 您今天晚上加加班 明天繼續 您放心 這個維修費啊 我們一定會付的 不不不 我們從來不加班 下午五點 我們準時下班 另外 周六周日 我們休息 麻煩中末 幫忙加個班 報酬 我們雙倍 放開 說了不加班 就是不加班 你怎麼辦呢 你怎麼辦呢 我怎麼辦 今天要是搞不定 自己跟董事長接手去 總算修好一點 換了控制芯片 調適半天 開機試試吧 好好好 行 就是 咱們這個速度 能不能快一點啊 咱還有二十多台機器沒修完呢 放開 啊 你在質疑我的能力 不不不不不 我沒這個意思 只是 咱們這個速度 有點太慢了 我們工廠啊 等著產貨 這真來不及啊 那和我沒有關係 誰叫你們自己把機器弄壞 有什麼辦法 這麼慢 這比老孫頭差遠了 就是 老孫頭最多半個小時 團員老孫頭在這兒的時候 他們這麼耽誤時間 咱們手做多少貨 咱們可是拿機件工資的 是啊 你們給我閉嘴 屁本事沒有 就知道對我們口 有什麼有老孫頭 你以為能當好這維修科卡長 哇塞 你給我講什麼 你給我講 你給我講 你給我講什麼 你給我講什麼 你有沒有本事我們都不知道嗎 算了科長 機器好了先試機吧 哎 科長 怎麼回事啊 哎呦這可是新的新片啊 六十萬呢 這怎麼回事啊 報告董事長 這都幾天了一台機器都沒修好啊 這修的還趕不上壞的素 他們到底是不是專家啊啊 呃是 是設備上的專家 屁的 哎不如老孫頭 怎麼又是老孫頭啊 你瞎說什麼呢 老孫頭他懂個屁 你會 你這個科長有幾分本事 別人不知道 我們這些工人會不知道 之前那些壞的機器 不全都是老孫頭維護保養的 閉嘴 你能敢幹不能幹 給我滾蛋啊 不幹就不幹 招這麼個速度修下去 工廠早晚要倒閉 在哪不是幹活拿錢 你這沒活幹 你求我 我還不留呢 慢著 你剛才說那個老孫頭真這麼厲害 他會修這些機器嗎 哎呦董事長 你可千萬別聽他們瞎說 現在這機器可不比以前 這都是高科技芯片那些玩意兒 您認為 那老孫頭他能整明白嗎 董事長 老孫頭 對於維修這一塊兒 其實還是不錯的 但是現在是芯片燒了 找老孫頭 未必管用 算修好一台了 哈哈哈哈 快快快快拿著快拿著 哎哎哎 他把銷一塊芯片六十萬呢 玩呢 你們到底行不行啊不行滾蛋 換你們講其他人來行不行 沒穿幾褲啊 他們說 周末也不上班 不想加班 不就想要錢嗎 給成錢 加錢 這個我說過了 但他們很堅持 給錢也不加班 而且他們說 修好這些機器 最少需要半個月 半個月 托咱們半個月 怎麼按時交貨啊 到時候不光賠錢 連客戶也丟了 我不管你有什麼辦法 明天之內 把那些機器全部修好 否則 整個維修部的人 全部滾蛋 什麼呢 工廠旅行快四十 機器也換了四批 從來沒出現過這種情況 可能是 什麼就說 都什麼時候了 工長 以前有老孫頭在 一直沒有什麼問題 但前段時間 老孫頭退休了 所以 老孫頭 我怎麼聽那麼熟悉呢 他是元老 廠子成立之初 他就在 工長聽過很正常 唉 不管了 這老孫頭退休了 工廠就要走平 廠子裡面養那麼多修理工 少他一個都不賺 你趕緊想辦法來機器修好去 快吃 可那個 又是燒控制芯片 檢查完全沒有問題 可一運行就燒控制芯片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不管你想一個辦法 三天之內 把所有的機器給我修好 對不起 張董 你們這麼多台機器 至少需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才能修好 到三個月 哪怕半個月 老子的工廠就要倒閉了 到時候是你們還挺有付委員金嗎 不不不 等等 委員金可和我們沒有關係啊 那就換人來 我告訴你啊 三天之內修不好 我告訴你們 換人也不可能 三天之內修好這些機器的 唉 對了 劉成 我們來微弄之前 你不是說 像孫師傅那樣的 你們工廠還有很多嗎 你讓他們過來 配合我們一起維修 孫師傅 老孫頭 爸 情況怎麼樣 今天醫生怎麼說 廠子發生什麼火了 那些客戶的電話 都打到我這裡來了 聽說是機器出了問題 老孫頭呢 機器是出了點問題 芯片燒了 那個老孫頭來 那也沒用啊 控制芯片燒了 這肯定不是控制芯片的問題 是其他的問題 老孫頭能搞定很難 之前我們也出現過類似的狀況 都是老孫頭休假的時候 老孫頭回來後 很快就解決了 時代不一樣啊 那個時候 那機器都是純機械的 老孫頭來行去 還能有點用 現在都是電腦控制的機床 他來了他怎麼可能躲 行了 爸爸爸 您別著急上火啊 這工廠裡還忙著呢 我自己能解決好 好吧 你好好養好身體 工廠裡的事你就放心吧 你剛才說的那孫師傅 要是老孫頭 就不用叫他來了 沒用啊 你現在 叫你們更好的專家來 對對對 他一個退了修的老東西 您倆螺絲就算了 他還能幹什麼呀 孫師傅 現在所有的機器都能生產了 真是太感謝你了 我現在是海風集團的員工 這些都是我分內之事 董事長 那個窩窩專家又來了 說是要找孫師傅 你找我 找我幹啥 他們在威龍那邊 弄壞了那麼多機器 是來找茬的 讓他們進來 我倒要瞧瞧他們自己沒本事 有什麼連造孫師傅的麻煩 好 孫師傅 你不要怕 你現在是我們海風集團的員工 無論他們要幹什麼 會護著你們 你們這麼氣勢洶洶的過來 想幹什麼 孫師傅 莫董 我們今天是特意過來請教孫師傅的 請教 你們調試機器的時候 讓我們員工遠移 說是怕虧探討你們的技術 現在還有臉說請教 難道我們的技術不要錢嗎 不不不 我們願意出錢的 另外 我們的總工程師史克朗先生 正在飛往華夏的路上 如果孫師傅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願意花高價購買 還那麼錢嗎 那當然 我問清楚你們 你們願意抽多少錢 這個 總工程師建造孫師傅的技術後 自然會給一個合理的價格 怎麼看 威龍機械廠那邊現在壞了很多的機器 都是燒了控制芯片 我們查看了威龍的圖修記錄 震驚的發現 只有孫師傅在的時候 芯片問題都能完美解決 所以我們想驗證一些 燒芯片 那是因為沒調是好 這沒什麼難的 孫師傅 那麻煩請您跟我們去威龍機械廠 給我們演示一遍 您放心啊 非用我們揮出來 真是 你這可是實大實的技術 不僅是他們歐國人 在我們國內 也有很多樹孔劇廠廠 肯定是願意滿意技術 這樣 我負責呀 聯繫樹孔劇廠廠的人 但是 我還是希望呀 你把技術留在國內 那麼國家做貢獻 當然是更好的 孫師傅是有格局的人 他們外國人呀 一直嘲笑我們不懂技術 好的技術呀 還是要留在國內 你要是賣給他們呀 那我們國產的機器 就更加競爭不過他們 是這個道理呀 那你就答應媒权底部 到威龍演示給他們看 讓他們看看我們華夏人的實力 我要抓緊聯繫國內的廠家 給你見面 行行行行行 您再給我兩天時間 我們這邊機器馬上 馬上就修好了 行行行 謝謝你 田本集團總工程師什麼時候來啊 已經在路上了 總工程師來了就好了 總算能解決這機器的問題了 咱也算是能交貨 你給面子 給面子 你個老不死的過來幹嘛 騙亂嗎 趕緊滾 可是 他就是老孫道 真的 孫師傅是我們請過來的 他在調適和維修機器這方面 也是現在離開的 孫師傅 是我們工廠一退休的老員工 您請他來幹什麼 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看我幹什麼 說的不對啊 哎 李老頭退休了 高科技的東西 你懂嗎 郝董事長 現在身體好嗎 嗯 前一段我聽說 他身體不太好 現在怎麼樣 狗拿號多管閒事 我爸並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認識你嗎 你給我套進貨 你 行行行 給你們帶出去 你不夠添亂 工廠裡面事還不夠多嗎 不不不不 張董 你對孫師傅的能力是一無所知 之前在海風機業場調適那些機器 本來那些機器 我們需要一個月才能調適好 但是孫師傅只有兩天 這是劉城企業所見 哎 哎董事長 這調適機器跟修機器 那是兩回事啊 況且 現在咱們是控制芯片壞了 你說他能懂控制芯片嗎 他懂屁芯片 你屯地庫先生啊 咱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趕緊去修機器好嗎 不是你什麼表情啊 不服是嗎 老董事長一世英明 生了這麼個不可疑似的兒子 滾出去 有什麼資格替我爸 替兒子呢 老董事長您是不知道他就愛替別人吧 在我面前也是已經老賣了 這三弟夫先生 你到底還修不修 你要是修修的話 我還要回去上班 你修修修 等人要修 這邊請 你個老不死啊 你給我站住 住手 你自己我決定吧 董事長 現在的關鍵是修好機器 誰修都一樣 哎 董事長 他真不會啊 萬一他給搞砸了怎麼辦啊 六十萬一塊芯片啊 對 說清楚 修壞了算是 算我們的可以嗎 修吧修吧 咱們可事先說清楚 我來是展示技術 我只能展示一遍 當然 請 開啟 被生產了 閃爺 你是如何做到這麼快的 如何確定機器使用起來 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用用不就知道了嗎 我已經展示完技術了 行了 我該回想 哎 蘇老闆以後站住 劉昌 你要想怎樣 這董事長 不能讓他走啊 萬一機器又燒了 那怎麼辦呢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剛剛窩狗專家 都說了嗎 有什麼問題他們承擔 那窩狗專家要是走了之後 機器燒了 我們找誰家 他們還能承認嗎 師哥狼先生 我的技術已經展示完了 我可以走了嗎 你不能走 聽到了嗎 想走 沒那麼容易 你既然碰了我們的機器 就要負責到底 不要對孫師傅如此可惡 我說了我們負責 就我們負責 孫師傅 我希望你能學著我們把機器秀號 拉倒了 我可不敢走 剛剛你都走 你們要是走啊 這機器壞了 他不會找我麻煩的 走了 你們要是買我的機器 到時候 再看 我不走 站住 撐抖 你這是什麼態度啊 你好歹在公司待了三十多年 公司待你不薄嗎 現在公司有難 你不幫忙 跟良心兒狗吃了 不薄 良心 沒錯 老董事長管理的時候 我的工資和總經理是一個級別的 從那之後十多年 公司從來就沒有漲 早已經和總經理 拉開了十幾倍的差距了 後來十多年 有很多公司高薪挖我 我都沒有去 就是為了報答 老董事長的治癒之根 可是我換來的 卻是我退休的那天 像狗一樣被人趕了出去 你給我彈良心 你一個維修工 年薪十幾萬還不夠 你還要跟總經理一個級別 你做夢啊 李主任 你來場裡二十多年 你說說 當年我的工資 是不是跟總經理是一個級別的 對 是這樣的 當年他的工資 是和總經理一個級別的 前面都已經二十多年了 爸怎麼給他開那麼高公司 等會兒 劉長 發手放開 別鬧得不好看 賠錢 六十萬的芯片錢 你賠了錢我就放手 我 芯片還沒燒呢 聽什麼讓我賠啊 現在不燒不代表以後不燒 反正掃完都要燒 就算是 那芯片真的燒了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去找窩狗專家的啊 你小哥我 我不管 反正你碰了我們的機器 這錢就得你賠 你 我說了一切都在任務服 你聽不懂人話嗎 神師父 您放心 我不會讓他們來麻煩你的 不過還請你無必幫助我們把機器修好 不修 我對威龍已經人之一盡了 威龍的機器 我一台都不會動了 那就把技術傳送給我們 我們願意出錢 十萬行不行 你說什麼 十萬 石克朗先生 你可千萬別被他給騙了 他那點技術 別說十萬 一萬塊錢都不值 誰說不值錢 眼瞎嗎 夢董您來了 您是五月樹空機床的江五月江董 市長 張董請會 哎呀 哎呀 歡迎歡迎啊 哎呀你們公司 可是咱們全國樹空機床生產的龍頭企業呀 這年產值得三四百億呀 您能來我們威龍集團 同比社會 來來來去我報公室喝茶 走走 不必了 咱們啊先談正事再何不時 這是我給你說的孫師父 孫師父 我是專程來找您的呀 夢董說 您掌握著樹空車窗的重要技術啊 不敢這樣說 不敢這樣說呀 啊 就是一些小手藝 哎 這可不是小手藝啊 國內樹空車窗啊 現在面臨著頑固的問題 那麼多人啊 遲遲不能解決 孫師父您能夠快速的解決 這就是技術啊 那是肯定的 我們工廠如果沒有孫師父呀 現在已經倒閉了 嚴重了 嚴重了 莫非你來這裡是為了荷門競爭技術 公廷競駕 談了不少巧 孫師父 加強問題 靠一談 孫師父 你也太小瞧我們孫師父 太小瞧我們華夏人 孫師父在我們集團 那可是年薪兩百萬 什麼兩百萬 這怎麼可能 那我們願意出一百萬 十個米 一百萬 都已經這麼老頭回好了 滾蛋 你以為一百萬很多嗎 它的技術如果賣給其他的數控機廠廠 不用三年 就能把你們的填本機器擠出發下市場 孫師父 你的技術 我們要了 價格保證不低於填本的價格 只是真心希望 你能把技術 留在國內啊 不行 曾師父 我們先來一點 一定要講誠信 誠信 孫師父拿點違背誠信了 孫師父答應賣給你們了嗎 我 孫師父 我們這邊繼續 站住 老孫頭 今天你必須把這些機器全部給我修好了 要不然你哪也別想去 我已經退休了 憑什麼聽你的命令啊 你在威龍學的技術 就在留在威龍 你把這些機器修好以後 把技術傳給劉成 怎麼說菜也是你同僚 對 你可以傳給我呢 你那些技術又不難學 我幾天就學會了 團術給你 你配嗎 我退休的那天 提醒我 壞人 不能亂修 修不好 會燒了控制金票 你把我說的話當上耳膜 我把特製的維修工具送給你 給你當成垃圾 進來進去 我甚至把我最稀罕的筆記本送給你 那可是我這些年來維修機器的心得呀 你呢 你是這麼做的 筆記本直接扔到垃圾桶裡去了 誰要你的破心的吧 你真以為自己很厲害嗎 你說我沒教你 這十多年來 我在你耳邊說了多少次 讓你靜下心來學技術 你呢 你罵我老不死的 還有這回事啊 我 我 你個廢人 教你技術你不學 提醒過你的還亂修 光芯片他們收了我三千多萬 劉誠 劉科長 我告訴你 得聽好了 這些錢 一分不少的賠給我 董事長 這你可不能怪我呀 他們活過人 他們活過人 還傷心片呢 這你可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在我一個人身上啊 都知道 我一邊去 還有你啊 我提醒你啊 你最好配合他們把機器都修好 否則我對你不客氣 張耀祖 你要對誰不客氣 三董 你這就太沒有格局了吧 欺負一個老人 還是在你們工廠工作幾十年的老人 你就不怕下方的人寒心嗎 跟你沒有關係 還是我們集團的員工 你說給我無關 孫師傅 我們走 嗯 你老不死 咱們走著跳 今天多謝江董和孟董探護我呀 我們之間啊 就不用說謝了 孫師傅 過兩天 我把我們的機器送到海風工廠 再給您簽一個包您滿意的協議 到時候啊 你和我們的工程師一起 改良我們的機器 如何 行 這下太好了 有了孫師傅的技術 我們也能和那些進口機房 搬搬萬的 嗯 這次和五葉集團的合作很成功啊 這還要感謝孟主的信任呢 董哥 威龍基營養的張董 把我們工廠大門給堵上 是不是一定要見孫師傅一面 竟然做出這種賭別人大門 這種低癖知識 張耀祖告訴你要幹什麼 要不然呢 我還是見他一面吧 這他還有那個我和專家 已經在這 已經等了兩天了 孫師傅 這張耀祖呀 就是小人心思 我怕你吃虧 我陪你去 還不錯 他出來了 咱們先說服他去工廠修理機器 機器修好了 您把它交給我 我請您好好收拾收拾他 只要他動了咱們的機器 讓他賠了傾家到場 還想來海風拿年薪 做夢 董事長說的對 一會咱們演一出周瑜打黃蓋 我是周瑜 那我演黃蓋 我往死裡幹 你裝可憐的 放心吧董事長 我懂 孫師傅的技術 我們一定要拿到手 不管是什麼辦法 哪怕是騙子 也要騙到手 可以伸出一個很難的數字 讓他心動 我們可以先預付一筆錢給你 讓他把技術交給我 等我拿到技術 我們就不用再不為款了 你讓他一個退休老頭 根本打不起這種跨過關 我們可以先出一千萬家 你這衣服一百萬 都即使到手了 什麼都好說 呀 十可樂性 實在是高啊 哎呀 師傅呀 你得求求我呀師傅 求求我 我可不是你師傅 也沒本事做你師傅 知道就好 哎呦 師傅 張董讓我賠機器的芯片 我哪兒賠得起呀師傅 師傅 你得幫幫我呀師傅 你個混蛋啊 要不是你讓孫師傅寒了心 孫師傅能對咱們場不管不顧嗎 我打死你個混蛋 你 道歉啊 對不起師傅 對不起 要打到別地打去 在我公司門口演什麼 哎孟董 你這麼說我就聽不懂 我們演什麼了 我這打心眼裡 為孫師傅生氣啊 都是這個小人 天天在我面前說孫師傅不行 我要不是聽了他的話 我也不可能對孫師傅有偏見 是不是 孫師傅啊 還是拜託您 幫咱們威龍把機器都修好 嗯 至於費用方面 不准讓您滿意 你看一百萬行不行 您只要點頭我立馬把錢打您卡裡 兩百萬行不行 另外 廠裡的損失 我也不讓劉成平 他畢竟是您徒弟 您不能借死不救是不是 是啊師傅 不去 那孫師傅 您說要多少錢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這樣來求我 兴許我還會心軟 但你 不但縱口流程 讓他讓我賠機器的芯片錢 還威脅 當要做跟你爹比差遠了 你老死了 哎我都這樣來求你了 你還教訓我 我給你睇個眼了是不是 張耀祖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我 哎 哎 哎 東長 叫人 打死他們 打死他們 這就原型一路 張耀祖 我怎麼可能敢跟你去圍繞機器 還有劉成 這老頭子帶了你十多年 良心被狗吃了吧 張耀祖 你敢鬥孫師傅 別說我不答應 你問問我的員工會不會答應 你敢鬥孫師傅一根毫毛 信不信 我的員工會立刻衝出來 打死你們 我今天下來就是想告訴你 圍龍機械廠 早在我退休的那點 就跟我沒關係了 我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我就不信了 這沒你孫屠戶 我他媽就在吃帶薄的豬肉了 弱大一個華孝 我還找不到第二輪會修金器的呢 啊 這可怎麼辦啊 萬一張董回去了 又讓我賠償怎麼辦呢 我賠不起啊 哎呦你 妄的不已狼心狗肺的東西 你 滾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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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特意來找你 我和公司申請了 只要你願意把技術 傳送給我們 我們願意出一千萬 不用了 我已經賣掉了 兩千萬 行不行 孫師傅 我已經我們給你出 我們對你的技術 是非常重視的 不用了 五千萬 孫師傅 有了五千萬 你在花下 可以構成人生人類生活 對呀孫師傅 您應盡考慮考慮 不用考慮了 你們也不用費盡心思了 你以為你喊出五千萬 孫師傅就會卑躬屈膝的接受 我們華夏人是有自己骨氣的 孫師傅 我們走 孫師傅 孫師傅 這 這下完了 我們 我們很可能是去華夏市長 董市長知道了 會開出我們的 為什麼 會這樣 為什麼 孫 聽說威龍機械廠要賣 你有信心嗎 有嗎 對 這就聽不住了 是啊 他們的機器修不好 客戶把張藥組給告 要求賠償委約金 這針藥組呀 把全部的家產添進去動 哎呀 太可惜了 這威龍啊 可是老董市長一生的心血啊 你要有興趣 我買下來 給你兩成鋼 兩成鋼 這怎麼好意思呢 要不 你簽下來 我幫你修 那不行 就這麼定了 我買下來 給你兩成鋼 他們那邊的客戶呀 我們也全部對接過 夢到我 你也對我太好了 因為你值得 另外這個流程啊 不僅被張藥組給告了 還查出他虛報公司 採購的零部件 貪污了兩百多 現在已經給抓了 估計啊 這輩子呀 你別想出來 哎呀 這都是他自作自殺啊 孫總 喂 還是叫我老孫頭吧啊 孫總 辦公室 給你準備好了 還是先去車間吧 把你一起吊槽 儘快揮不身 好的好的 行 好 好